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我是简先生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事情原委和真相。 这是一段真实的缅北救人录音,听完各位就会知道,想活着回来,光平前是几乎不可能的。 所以就换老鼠来死了,就做这些妈的,对的对。她发小了一个女儿,因为高薪公司诱惑,就被弄到缅甸去了,去国感了,然后就给她打电话,说那个女儿上那边去,能不能给找个人什么的,然后那华姐动用了很多这个人脉啊,慢慢找啊,确实在国感了,说这个当地政府参与不了,因为国感那边啊,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军阀,意思就是回到那家里打钱吧,要你不多,要十万多块钱,十二万,但是没想到的是打回去之后,这是把那王人, 给他卖了,以两万块钱的名字给他们卖走了,要到那个妙瓦底,一个在缅甸的北部,一个在缅甸的东部,然后他卖了之后呢,就是那华姐很生气,你说自己也是挺有名的一个人物,把我那个朋友的孩子又给卖下来的地方,然后他就说,我们俩再去一趟,跟那个人到面问一下怎么回事,然后我们就是订票,去妙瓦底,找那边人,说确实是卖过来,但是他们那边人不假诚信,哪有诚信呢,妙瓦底那个地区啊,我去的时候有个当地的余老哥,他开超市, 他跟我说啊,妙瓦底里边大概有三十多个诈骗园区,像电子厂一样,每一个诈骗园区里边能容纳1.7万个中国人,三十多个,现在有你的网上厂,像什么KK啊,AA啊,都是那儿的,妙瓦底是整个都那样,电信大片的沙头盘被转让人了,然后转让转让去,最后一个地方,你到这个地方等待你的,永远都是打工,你打工不了,就弄死你, 女孩,总是背货卖人,你要是不顺从的话,男孩嘛,女孩都一样,把身份零件卖一卖,然后人就把后膳就直接买了,那我去了之后,找他们当地的负责人,说调解的人,就是问问,这个女孩到底在哪,卖给谁了,然后我们就去了几个园区,转了转,这个几个园区,每一个园区门口,都会有那种保安,持枪,针枪, 真像实弹的人们搞,蹬着,就怕有人跑路啊,什么的,最周围都是那种高的那种铁丝网,跟监狱一样,里边的环境,建筑,就像一个电子厂,跟学校一样,有四个楼,教育楼,就那种,我见过都那样,后来问到了,找到那女孩的身份证了,人还没找到,找到身份证,又就开始了,顺着牵手一指导,找到了一个当地一个人,大片头子吧,也是一个手艺,然后他们俩见面说,这个人的地体位置,是在某一个居民楼里边,正关闷的,然后听完之后啊,就有当地, 拍了一个面包车,拿着我们俩,还有一个,因为我去那边也害怕,那华姐少了一个保镖,拿个枪点,也是少了点,我也害怕,我逢那一遇都穿上了,我怕给我蹦了,拿枪啊,我没有枪啊,枪拿不了,中国人不知道拿枪,找着保镖当地的一个,也是个军华,他给出了一个人,你要保护你们,找着地方,找着地方就去金面楼,特别特地的金面楼,就记得那时候,那个街头啊,都是漫天的风沙,到金面楼底下,给告上几轮几,几轮几,然后底下又放哨了,说你们干啥呢, 这些人通过谁谁谁谁谁叫来,然后我就上楼,上楼之后啊,打开门一拟,我傻了,我真傻了,那场面有多厉害呢,那个屋里边有12个女孩,都是脱光了,满身都是血打痕的,她说阴血什么都有,还有个女孩,在一个小吃卧里边,被人只用那补充鸭,那后来找着女孩,找女孩在厕所那边,有一个找着,给她打倒了,是她,赶紧给穿上一个,带走,带走,带走, 那咋钱,那以后还是多钱,这个女孩是我的两个钱买来的,你再给我拿五万块钱,七万块钱拿走,就后来拿走,赶紧去两宫,点着中国大水管,然后让她妈妈过来,被接狗,也就是说,那屋里边的这些女孩,都是中国人,都是中国人,但是就只有她这一个,不是救的,是俗过来的,这段录音反映出,连电北部的可怕,这里充满了诈骗和贩毒,同时警醒我们千万不要相信,网络高兴而简单的工作,这个十有八九都是 谢谢大家观看,下集更精彩